大家好,我是桑普,倒數七天了 現在來到2024年10月30日的凌晨 希望大家繼續收到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看完這段影片 以及你用Super Thank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多謝各位 我們知道七天就是正式的決選日 很多人都紛紛利用這個可以提前投票的空檔 親身投票,甚至我知道部分的網友都已經提前投票了 美國決選,即美國大選,我們知道是相當風起雲湧 這一節我會濃縮地講一講一些我的看法 大家看到這麼多集都知道 我認為特朗普的勝算是比較高 但世界上沒有說必贏的選舉 沒有說一定某一方是贏的 大局抵定,絕對是某一方贏的,某一方贏的 沒有這樣的事 我也不是水晶球 我不做鐵板神算 我不做紫微斗數 我不做水晶球 馬里馬里空 或者搞風水 我完全對這些事沒有任何感覺 我重點的地方是什麼呢 重點的地方是在於以事實說話 有網友整理了十點可以讀給大家聽 發覺到現在共和黨或紅色勢力的選情比較提高一線 第一,七大搖擺州不再搖了 由新的四大搖擺州取代 這情況就是有一種看法 例如七大搖擺州說過 Russ Belt、Sun Belt 基本上特朗普的贏面比較高 一般的民意調查都覺得很牛皮 非常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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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要看到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的民意調查 都顯示得出特朗普有大比數的一種領先 就不需要看現在呢 提前投票的統計是很多餘的 有些左媒自撒 提前投票呢 南州基本上全部都是民主黨贏了 跟著搖擺州民主黨都贏了 連這個Texas呢 提前投票呢民主黨都贏了 所以贏了一定行 行行行行 就是不斷為自己打氣了 但我只是說 第一,回答你提前投票exit poll的問題 很多共和黨今天不回答你 亂回答你 甚至無故回避回答 第二,共和黨有很多支持者 都要在正日11月5日去選舉 有些朋友問我 為什麼11月5日去選舉呢 你選個禮拜二去選舉 豈不是極不方便 其實這個是其內有志的美國的傳統 因為通常呢 美國人呢 即是在當時13週 一直到50週的年代 都是禮拜日做禮拜 禮拜日做禮拜 禮拜日做禮拜呢 就不做其他事情 就是跟上帝的交往 OK 是church 跟著呢 那天就不會投票的 那你要回去原有的地方投票 當時馬車呢 就不像現在這樣 說駕駛車 或者搭一些飛機 什麼東西都好 基本上呢 不會像現在那麼方便的 OK 那麼兩天的路程 那就由禮拜日 去到禮拜二 剛剛好呢 禮拜二就是投票日 就是這樣的 禮拜日是跟神交往的日子 禮拜二呢 是人之間的選舉 這個就是呢 美國的憲政傳統 那麼那麼久以來都不改 是啊 就是那麼傳統的 即是美國很多事情 是非常傳統的一件事 就算是1月20號這個就職日 都寫入憲法裡的 所以這一點呢 是大家要知道 是美國的特徵後 好了 我先講有十個重要的看法 第一樣東西 七大搖擺州不搖 由新的四大搖擺州取代 Virginia New Hampshire Minnesota 和New Mexico 變成搖擺州 民主黨不單止鐵獸大失守 原有的地盤呢 都可能不保的 2020年這些地盤呢 還穩如泰山 如今已經開始搖了 成為新搖擺州 也是特朗普最後一個星期的主攻地方 我都講過星期六 他會去Virginia 那你說會不會去 New Hampshire Minnesota 和New Mexico 我會覺得會搖到這些機會 比Virginia 會低 Virginia搖到機會比較高 根據Rasmussen Report 最新的調查 Kamela在Virginia 只不過是領先2% 而根據民主黨 和弄奧魔黨的內部民意調查 分分鐘就是特朗普 很容易可以翻盤 所以為什麼 禮拜六要加一個行程 去Virginia 就是這個意思 一個不小心 就可以令到Kamela翻船 而New Hampshire 最新民意調查更顯示 特朗普更加少幅領先 分分鐘會加入新的行程 在這個新刊保12州 在這個東北邊 搖擺州也搖出自己 那麼民主黨會更加陷於苦戰 第二樣東西就是 洛杉磯時報和USA Today 反向操作 洛杉磯時報打破了20年的慣例 拒絕支持Kamela USA Today也站出來 說這一次我們不選他了 就這樣我們都講過 華盛領油保也是這樣說 貝佐茲發表了一個 Editorial 即是他們是Owner of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領油保的老闆 就是貝佐茲 就是這個亞馬遜的大老闆 那麼他都說 喂 這個是牽涉到美國媒體 大家對他信任問題 牽涉到他不想壓補在極左派 他是一個左派 他是建制派 極左派要鬥倒他 我說過了 左派和極左派之間的鬥爭 而這件事更加顯現到他看不到Kamela 亦都不會認為和他結盟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就算索失20萬訂戶 也在所不惜 所以USA Today 在Los Angeles Times 這兩家直接拒絕支持Kamela 然後WASHINGTON POST 直接不說 不會做任何ENDORSEMENT 你會發覺到這三大報 都有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船員們開始拋下船長 默默拿起了狗生血 第三 科技界的大佬神奇飄移 剛剛說的WASHINGTON POST 背左支 就向這個編輯說 不支持他就不支持他 一大堆人低詞情 20萬人退訂 照樣說 我們的媒體的信心 現在失去了很多 美國人還對媒體有信心呢? 所以這個左派的 也不算極左派 這個背左支 就是非常 重視華盛頓郵報 還希望多聘請一些 具有保守派觀點的新記者 進入華盛頓郵報 改革華盛頓郵報 這件事當然樂觀其成 也不是說 這麼快可以搞得到 如果Kamela又當選 會不會固態復盟呢? 也未可知 第四 共和黨的先行攻勢 共和黨選民註冊和提前投票量 數據驚人 在搖拜州Nevada 領先幅度高達18% 在Pansylvania 賓夕凡尼亞州 共和黨選民註冊人數 是民主黨的兩倍 亞利桑那的early voting 提前投票 共和黨也大幅領先10萬票 過去在郵寄選票 和註冊選民 都是民主黨勝出 這次民主黨選情 大不如前 雖然我們知道 有些左報有另一種看法 我只是說 第一 你看看 註冊投票的選民 比一比較一下 因為兩個都要講的 OK? 註冊投票的選民 另外看一看 多些不同的州的情況 你會發覺分歧很大 但肯定有部分州 例如亞利桑那 公和黨的優勢很明顯 第五 歐洲股票是為特朗普的關稅定價 過去一個月 歐股下跌了 歐洲股票下跌了7% 投資人看來已經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定價 大家都心裡都很清楚 尤其大鱷 投資人 他們基本上都很容易 pre-empt一些東西 predict一些東西 predict到一些東西 才可以pre-empt一些東西 即是你能夠預測到才是防患於未然 你看這些做法 其實都是顯現出全球的投資者 尤其是金融大鱷 他們的一種心態 他們認為哪一個會贏 第六 Tim Cook的親密來電 據說 蘋果的CEO Tim Cook 亦都打電話給特朗普 而不是卡朗普 那難道科技巨頭 亦都決定換個靠山嗎 這個想一下 這個大家都知道 科技看頭 要不是就是要押兩處 要不是的話 就是基本上 督定特朗普會當選 七 特朗普的藍州驚天大騷 特朗普在藍州造勢 冬接上萬人參加 就連紐約 大家看到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都大排長龍 星期六的MSG Madison Square Garden 集會竟有七萬五千人出現 二萬人進去 有五萬多人進去 旁邊的酒吧和餐廳 直播非常開心 第八 特朗普的周邊商品大賣 Amazon顯示 六月至九月底 特朗普相關商品的銷售價高達一億四千萬美金 而卡朗普的銷售額只有二千六百萬美金 所以有些很愚蠢的 我不說哪些左膠的評論人 他竟然說卡朗普是無款能力很強 他可以少壓無款 而且非常有秩序 你看 特朗普用人為親 用人為親 用人為親 用人為親的東西 冒到的錢又不夠多 看看特朗普已經輸定了 卡朗普已經輸定了 卡朗普已經輸定了 用這個方式來做 我再讀多一次數據給大家聽 Amazon數據顯示 特朗普相關銷售的產品達到一億四千萬 而卡朗普一半都沒有 再一半都沒有 只有二千六百萬美金 選民透過購物車表達了政治立場 九 民主黨緊急調動資金 North Carolina的資金和人力都被搬到Virginia 換言之 民主黨內部 不要看外面公布給你的民意調查 他將North Carolina北卡州的資金人力調到Virginia 換言之北卡州現在棄手 他希望主要守住Virginia 原本的堡壘現在變成漏洞百出的船艙 民主黨的鐵達尼號 不僅無法搶灘登陸 還要望著堵住自己的破口 第四 Real Clear Politics的數據顯示 特朗普不僅在選舉人票上看好 連普選票Public vote也領先 在黑人、非裔、拉丁裔 以及阿里伯裔也獲得支持不斷上升 難道共和黨真的要改寫歷史 令普選票和選舉人票同步成功達陣呢 這是我們拭目以待未來的變化 這些變化我們看下去都知道是利多的消息 但是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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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掉以輕心 我在這個節目上反覆強調三件事 就是舞弊 政治、認知作戰 以及除了舞弊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 尤其是舞弊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必須要清晰地防範這些地方 舞弊有很多種方式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去調配 我看回第一件事 有些證實的消息出來流 我連續兩天都說過 有些未經證實的一些所謂的 銷毀選票紀錄 我們還未有消息 但剛剛過去24小時發生了一些事 這件事是相當重要 而且剛剛才發生的 10月28日發生 星期一發生 所以我就說 我會保留一個觀察的時間 OK 不可以將以前的一些 譬如一個禮拜之前 或者票箱全部燒掉的東西 我就不相信 但是10月28日發生這些事 第一 有幾樣東西 民主黨共和黨都發聲 第二 很多媒體 無論左中右 由紐約Post 右派 左派 ABC NBC都廣泛報道 正是一個事實上的消息 而這件事令到我非常擔心 這個擔心的地方 第一 就是 是不是真的有選舉舞弊 第二 就是 哪個人做的 會不會 今天是民主黨 砌右派的死貓 第三 這個舞弊的方式 是否就是消選票這麼簡單 是否就是把那些東西 不見了這麼簡單 我等一下會分析給大家聽 我先把新聞讀給大家聽 大家知道 這個藍牆 其實不是那些 Russ Belt 是真是Pacific 這個就是Pacific 這個就是Blue War 又是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 華盛頓不是首都下 即是西雅圖 華盛頓州 然後是奧瑞江州 然後是加州 這三個州 都是美國的太平洋沿岸的三個州 這三個州 基本上都是民主黨的天下 很難動搖到的 Oregon 可能還有少少機會 但基本上 都是這麼多年來 都是投民主黨一票的 那麼現在你會在那個地方 做郵遞投票商的縱訪案 究竟真正的兇殺什麼人 我會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右派的人 在那個地方做事 你這樣的做法 不會很容易引起胡怡 很容易被人抓 而且引起了縱怒嗎 那麼如果你是 叫插裝嫁禍的 那這個可能有說得通 但我不做陰謀論 所以全案我們就說 全部交給警方 和選舉有關的單位 每一個州的選舉單位做調查 但是連續發生三次 郵遞投票商被縱訪案 就是那些叫mail ballots 他們叫Drop in box 這些Drop in box 就是等於在街上 他油箱 油箱 油桶 你Drop in 全美國我記得 我都是看一些資料 有好幾個州 是禁止這些mail ballots 的Drop in box 你mail就mail到 它的特定地址 不是說有個信箱 在這個地方 就是選票信箱 就讓你擺選票 No 不會這樣的情況 有六個州不會的 我記得 例如Altensia Missouri Mississippi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和South Dakota 六個州 是不會這樣的 州的立法 不止的 另外 有些州 例如Ohio 和Iowa 它們只是一個county 一個棍 只有一個投票商 然後大家要加強防衛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相對來說 是好一些 當然你問我 我是Paper Valid Same Day Voting 我不會主張做這些事情 但這個是 推而求其次 勉強維持選舉公平的事情 即是承認有mail ballots 結果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州 例如剛剛說的Pacific 這些州 由華盛頓到奧瑞江 和加州 他們的mail ballots 基本上 給他們很多 Drop in box 在街上 好了 你的Drop in box 的話 就牽涉到保安問題 這個Drop in box 不是只有一個 有好幾個 你會派出這麼多人力物力 配備足夠的武器 去看 例如剛剛發生 這件事的Oregon 的Portland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會被人 以14C站缸 鱗巴 守護著 郵寄 郵大投票箱 但記住 他們沒有武器 他說 如果有人有衝突 那個郡就下令 你就不要跟那個人衝突 你要打 你要打 報警電話 給你那個 有關的警察 叫他們來處理 叫得來都死了 人家拿刀拿槍 你這班選務人員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難道就算你配槍 有持槍拳 和他駁火 那這個地方 他不是執法人員 他只是普通的義工 或者選務人員 喂 你不是說開玩笑 是不是 他現在真的是這樣 大哥 他說這件事之後 就會這樣處理 我覺得 你怎麼搞 這件事挺離奇的 因為這些Drop-in box 有個自動滅火裝置 今天的傳聞 就是譬如說 在這個Portland 還有這個Portland 就是在奧里根 就是很重要的州 奧立江州的波特蘭 和華盛頓州的第四大城市 溫哥華市 記住 華盛頓州的北邊就是溫哥華 但不是加拿大的溫哥華 這個Vancouver 就是美國華盛頓州的溫哥華 這個溫哥華 基本上就是在Vancouver 就是發生了 郵帝投票商中火事件 兩件事件是有關聯的 而和十月有一單案件也有關聯的 所以三單案件 似乎有一個人開著一些車 譬如這一次拿著Volvo 去到一個投票箱旁邊 就貼一個燃燒的裝置 在投票箱外面 所以外面有個地方燒到分黑 當裡面有一個高的溫度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投票箱 會自動噴出一些粉出來 它不是foam 它是powder 粉去遮蓋了這些船票 使得外面的火 或者裡面有任何火 都盡量不要燒到選票 波特蘭發起的兩單縱火案 不幸中的大行 由於迅速應對 加上投票箱裡有滅火裝置 火勢很快被撲滅 但有三張選票被燒毀 那這個Monormar County的選務主任表示 將會聯絡選票被燒毀的選民重新投票 嘩這個真是很荒謬 我覺得郵寄投票是很荒謬的事情 你燒毀了選票就知道 你聯絡到那三個選民 即是你知道這張選票是哪個人投的 那你那張選票就算有不同頁數 即是說你哪個人投 和你投什麼人是分開 但你是一疊的 你明白嗎 那你分析到哪三張選票的時候 你基本上都知道 原來A軍看到了一句喪譜 一個叫傑斯 一個叫做李慧玲 三張 那你三張選票 那你看到名字 你不會知道他投什麼人 先奇 對不對 那這張三張選票說 他告訴你 燒爛了 要重新投票 你是相信他 你就是完全一個honor code 那美國說honor code 相信他選務主任 告訴你 那些選票 那些選票 那些是沒有銷毀的 那幾百張幾千張沒有銷毀的 是燒爛你三張 請你重新投票 那這三張真的燒爛了 還是燒爛了其他三張呢 你完全相信我選務主任 誰知道 你沒有check and balance 整件事 是不是 你沒有兩黨的候選人 哦 川普投這個 是投Trump的 哦 這個 這個傑斯是投這個 假設 他當然投Trump 投這個 卡瑪拉的 哦 這樣啊 那 那 那 很簡單啊 就是 叫傑斯 麻煩你再投一次票 但是呢 傑斯那張票有沒有燒爛了 如果沒有燒爛了 就是double投票 如果燒爛了的話 那我說 那你Trump的那個燒爛了 那你投一次到 你投了票作費 那你再投過 投完再燒 燒完再投 是不是這樣呢 喂 這些東西的話呢 引起很多疑惑在裡面 這個疑惑是 你要相信這個選舉 選務主任的公正性 而完全相信 膜拜 而沒有任何的權力制衡 而如果有 顯然是說 你知道這個不是secret ballot 這些不是秘密投票嘛 所以 猶帝投票的最大問題 就是這個地方嘛 我認識到有些美國人 香港 生活過之後 過去變成了美國人 他跟我說 嘿 三浦你不需要這樣說的 我們很公平的 行之有效的 什麼什麼什麼 那他就說 猶帝投票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猶帝投票的問題就是說 你們個個懶 個個不肯動 個個不肯行使公民權利 結果就是什麼呢 有張紙寄回去 drop in box 當它很簡單的做完 這個民主很大成就 各位 猶帝投票很多貪污舞幣 作幣空間 剛剛說的就是一種 三張是不是這麼少呢 另外不是的 剛剛說的是波特蘭市 即是歐里根 如果你說WASHINGTON WASHINGTON STATE 的VANCOVER CITY 他的投票箱中火事件 就比較嚴重影響選武了 多達幾百張 數百張選票被消為 這個不是三張 數百張 那為什麼呢 華盛頓州的 華盛頓州的 克拉克郡的選武人員 Greg Kimsey說 華盛頓州的 溫哥華市的 投票箱中 雖然有滅火系統 但未能阻止 數百張選票被消為 即噴粉的系統 失靈 外面燒 入面沒有噴粉 燒到和尚 數百張選票被消為 那你問你 你是怎麼知道 哪個投票呢 哪張選票打誰呢 這真是很可怕的 即是想想 他就說要提供一個 有個web的 即什麼WA.gov 可以看回那些 即是想到web上 就說 我是申報 我是投過票的 我要重新投票 說真的 你如果這樣說法 你有幾百張 那如果你各下 你是投了特朗普一票的 那你說 我要申報 重新投票的 是一種 那究竟 整個東西裡面 哪些是有被消毀 哪些沒有被消毀呢 有些消毀了 即是說 你都不知道 哪個投過票 你只是有數百張選票 知道有數百張選票 在裡面 但你消毀了 是灰 你怎麼知道 哪個投票呢 那他說 你上去網桌去查 究竟我的mail 是不是received 如果not received 即你沒有顯示 received 這個字的話 你就可以再去投票 那這就是他所說的 但我很擔心 三件事就是 沒有人知道 即是說 這些 not received的人 會怎樣處理問題 譬如很簡單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 received了 每個honor code 去處理 那我舉手說 我是 投票的 不過 現在你未收到 是不是可以再投票呢 即是有個時間落差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到 我 兩票 出現呢 投兩票呢 這個就是我要問的問題 是嗎 所以 郵寄 郵遞選票是充滿了這種 荒謬的 沒有辦法去 在短時間內 定分止息 能夠有效決定 紛爭的一件事 我是覺得很癡之以鼻的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會覺得 美國如果真是這麼煩 就廣切投票站 每個投票站 即場唱票 而每個投票站 確保有 bipartisan的人來監票 台灣就是這樣處理 那你說 不是 我們不可以搞到這麼大陣仗 你不搞大陣仗 很鬆弛地做這件事 然後在這地方搞一些 K型怪狀的事 就是很多 亂黨可以上下其手 我會認為 無論誰破壞這些票箱 都在衝擊美國的選舉制度 沒有一個左派右派候選人 會答應這件事 OK 那麼 這個所謂選務人員 就呼籲在上個星期六 十一點之後 在這個票箱頭下選票的選民 聯繫選務辦公室 換取新的選票 那麼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那就是 這種這樣的做法 我說我投過票了 其實我有人投過票了 那麼 我要拿多一張 或者就是說 你要 我要報稱 其實我沒有投票 但是我報稱是這個選民 我十一點鐘之後 投一票的選民 是不是可以呢 換取新的選票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麼華盛頓州的州務卿 Steve Hobbs 就強烈譴責任務意圖破壞 華盛頓州的合法公平的選舉行為 他仍然完全相信 選務人員有能力確保華盛頓州選舉 對所有選民都有所保障 至於奧瑞江州 即俄羅斯江州的波特蘭的警方 就是指出 目前還不清楚 現犯的動機是什麼 但可以確定的是 縱火案有針對性和故意性 由於 波特蘭和蘑菇河 只是一河之隔 因為 華盛頓的南邊 和 歐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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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給大家答案,只是說問題是嚴峻 所以大家看看,未來的情況是開了第一案 10月28日開了第一案 未來會不會更多呢?我是擔心的 那這種情況的話,希望大家在美國各位 自己珍重自己的事 第二件事呢,就是真實的緋聞 這些真實的緋聞不是認知作戰,而是真的事 真的事為何會這樣說呢? 由New York Post直到NBC、ABC全部都在說這件事 那現在華資就不回應 因為這件事跟這個卡瑪拉的副手 現任命尼蘇達州州長,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Tim Walts涂飾風波有關 這個這樣的說法 就說是一個短暫的霧水姻緣 就是一個短暫的霧水姻緣 這個霧水姻緣呢 很多人都會把整個焦點放起 她對那個女人是不是不住 她是不是渣男 我覺得某些地方都挺渣的 但問題就是重點不是這裡 重點是哪裡呢? 把這個生物讀下去就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這個重點 一開始一句話已經告訴大家 一名中共高官的女兒 中共高官的女兒 這個叫Jana Wang 王珍拿 Jana Wang 我不知道她的真名是什麼 就是她近日向這個媒體揭露 1989年兩人在中國發展地下戀情 過程中Tim Walts暗示結婚承諾 但最終食言 令她一度蒙生輕生的念頭 這段往事曝光 往事並不如煙 恐怕為華茲的競選之路頭下變數 二年五十九歲的Jana Wang 接受英國《每日郵報》的訪問 專訪時透露1989年的《日日郵報》的訪問 她說她二十四歲的時候 在廣東省佛山市第八中學任教佛八中學 她參加一場英語講座 她結識當時二十五歲 在佛山第一中學任教的華茲 當時華茲撥開她的耳機 輕聲讚美她 你很美 very beautiful 之後兩人就此展開秘密戀情 Jana Wang的父親叫Bin Hui 她的真名叫什麼 是否叫賓輝 不得而知 她的父親叫賓輝 是否王賓輝 大家看看 她是中王 是三角王 即是王賓輝 即是鞭虛 她是中國共產黨的高階幹部 擔任桂林市工會主席 在當時保守的社會氛圍之下 和西方人交往禁忌 因此兩人的戀情始終無法公開 Jana Wang說 我們不能公開場合牽手或親吻 反而令到獨處時候的感情更加熱烈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兩人經常是華茲的教師宿舍約會 一起喝茶 喝茶 聽聽這個 George Michael的 Careless Whisper 發展出親密關係 周末會到香港或澳門旅遊 華茲經常會戴快牛仔褲 一些Ray Ban的眼鏡 太陽眼鏡 和珠寶 這些西方奢侈品 被Jana Wang 這段感情在Waltz返回美國期間 仍繼續發展 依然是遠距愛情 Jana就表示 Waltz不單在信中生動描述 Nebraska的生活 因為她要做海軍陸戰隊 不是海軍陸戰隊 是國民警衛隊 她要做這些事情 還要求她寄送護照照片 去到美國地址 暗示要幫她申請簽證 Jana說 我相信我們會結婚 組建家庭 但1992年 華茲重新回到中國後 兩人關係急轉直下 在這次華南資料中 華茲的公開親密動作 令珍妮 Jana Wang非常不安 當Jana到海南島 詢問未來規劃時 華茲反而諷刺她 只是想要美國護照 你只是想要我美國護照 為何此一時比一時呢 不得而知 後來大家知道原因 就是她議程別亂 Jana說 讓我感到被侮辱 好像被當成妓女一樣 你侮辱我 你當我是雞 這就是Jana的兇屬 我不是為了去 Nebraska這個冷冰冰的地方 才放棄我的工作 我是為了和她在一起 真愛 真愛 Jana Wang 她這樣說 那你說誰對呢 即是說真的 感情的事 真相的事 我又不是她的當事人 我認識毛 但有一點肯定的就是 她們之間有母水姻緣的機會很大 這段感情呢 最喜歡Jana離開高中的 她一道萌生 輕生的念頭 也是情緒勒索 就是這些東西 華茲就在1994年呢 和另一名教師 Gwen Whipple 後來變成Gwen Walls 結婚了 兩人呢 結婚之後就大家知道 Gwen很癡膜的 她最近有一個Fox News也報導過 她的老婆呢 幫這個華茲造勢 她說 是啊 你看看 餓著肚的人 怎樣能夠讀書呀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平等 每個人要有不同的待遇 窮的人呢 免費午餐 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等者等之 不等者不等之 如果免費午餐的話 窮的人有 有錢的人沒有 OK 另外呢 她還說呢 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的嘛 譬如說 大家不想讀書 怎麼辦呢 那如果你說 我老公 要在男性廁所 男生廁所裏面 放衛生棉條 Tempers 那就讓她放 Tempers Good 有Tempers 就有Tempers 吹呀 就是這樣 她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問題 我想請問你 有衛生棉條 和你的讀書有什麼關係呢 和你的學習有什麼關係呢 和你的學習有什麼關係呢 而放在男性廁所的衛生棉條 是所謂何事呢 這是回答的嘛 是不是 你放在男性廁所 你放一些衛生棉條 塞在哪裡呢 塞屁 塞嘴 看完之後 識字的會讀書 這樣 嘩 一看到一條衛生棉條 覺得精神爽利 好像 如目春風 書筋沒落 居家旅行 必備良藥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 這個Gwen說的東西 而她說的所有的東西就是 對於黑人各方面 要全面的照顧 對於其他人 完全不能這樣掌 用完全傾斜的方式 創造新的種族與性別的不平等 Affirmative action 或者她說的這些所謂的equity 其實說的就是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不是對的話呢 引起非常大的爭論 左派認為對 我就認為很有問題 這個價值觀的重大不同 OK 我不是認為女人不行 黑人不行 No 是他們一定要Leveled playing ground 不是你將他們完全拔到一樣的地步 不可能這樣 他們要有自己自立的能力 不是通過你的政策 你的機制 將它拔起來 而鼓勵它去拔起來 而這個東西 你提供的很多東西 是不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大家要明白 比如免費午餐這些東西 你有錢人的東西 提供給你 你不要 是你的權利 但每個人應該齊頭式提供免費午餐 如果要免費午餐 有些人有錢一點 有些人沒有那麼有錢 一定有條線的 家裡譬如賺二萬九 就沒有這個免費午餐 三萬元就免費午餐 公平嘛 荒謬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免費午餐 要派全部派 有錢的人不想要的 希望你們高台貴手 不要不拿 你自己決定 你要拿 那你就要拿 那這個就是一種這樣的方式 有錢人對窮人的一種幫助 不可以建基於一種義務 是建基於一種 我們對於人性關愛的一種體術 即是等於很多的手足 來到台灣 不會建立在台港人有義務幫手足的這件事 而是一種關懷 是一種外 是一種我們本身可以做的一個引述 這都是外國一樣的 你大喇喇就說 我要美國、加拿大、台灣、英國 這個澳洲政府 一定要給我 是我的entitlement 然後做一個大的名稱 entitlement 代表自己很有權利 這樣說真的 Who are you? 你不是納稅人 你是一個newcomer for what? on what basis 你要那麼大臂呢? 這就是我想每個人要好好小心處理的事情 先回到這個案件 大家知道Gwen就是這樣 1994年Waltz和Gwen結婚了 這是結婚了 結婚之後一段時間繼續聯繫 即是Waltz和Gwen結婚之後 Waltz和Jana Wang依然繼續聯繫 而聲稱 報導說兩人最後一次聯繫 是2009年 相對於15年前 透過Facebook簡單交換近方 即是說一段很長的時間 由90年代 一到千禧年代 一到千禧年代 其實都有相當多的過重審問 和一個中共高官的女兒的過重審問 我對這些圖式風波 男女哪個對哪個 mente 哪個爭男哪個傢女哪個騙哪個 哪些新聞是對哪個錯 那她和Gwen是否真誠 她和這個Jana是否真誠 我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也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我的重点在哪地方呢?就是在于你和中共高官的女儿过床甚密 而今时今日你去中国第一天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 你可以在佛山第一高中读教书吗? 而你在佛山八中读教书,后面有一个显黑的 起码是中层干部,我不是说高层干部,是中层干部 是不是他是你的监督人呢? 即今天很简单,你是南金王的被统战人 你华智基本上是被南金王统战腐蚀的一个对象 你有没有同意? 现在在众议院开会,FBI甚至有一个专案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华智有没有受到中国的外国势力干预 去出任州长和现任你要去做候选人都是大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问的,为什么左交不问呢? 左交不是一直跟他说,卡玛拉一定赢了 你说这些是无意思的,你是水晶球 你说我们有很多推测的模式,那你这些推测模式 继续推测模式爆 我关键的地方就是,面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卡玛拉的副手曾经有长达20年时间 和中共高官的女儿有很多冒水姻缘 即使她和现任太太结婚,依然和她维持联系 究竟中国共产党对于华智有没有统战 华智有没有接受过统战 中共和华智的关系是怎样? 中间整条线路监督甚至无认知作战 甚至无互相汇报情知 会不会泄露到她在Nebraska当兵 或者做一些军队工作的情资 她当兵是假的 她有一些所谓的Nebraska事件的事实 给中共知道呢? 这个就是问题 生意呢? 华智90年代做多少生意? 美国教学生去中国读暑期班 英文、美国历史 我问你,这些东西可以给你教? 没有党的监督可以吗? 你觉得共产党可以给你自由教书吗? 就算邓少平时代、江泽民时代 可以吗? 都要有汇报 都要人家钉你 都要人家有善眼 你可以做到吗? 今日华智要交代清楚 是不是? 之前你交代 你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去过香港 本身是假话 你说自己的knucklehead 这个我算你了 但这个当然了 你不是口快快说错 是生安百祖 这件事是一个忌的缺点 那你这点也很重要 是很严重的问题 接着卡玛拉的先生 Emhoff、任德隆 怎么搞他的nana 即他的保姆 搞到人家大肚子 落仔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自己本身 怎样在这个酒店面前 一巴掌下去 前女友道 搞到他转了个圈 敢不敢说 那这两件事是怎么计呢? 家暴男 和这个下体 就是不听话 搞到你自己保姆都坏上你的骨肉 ok? 那好了 那你和这个卡玛拉结婚 那卡玛拉怎么说这件事呢? 他接受这个 就行了 渣男改过自身了 I love him 那这个呢 就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美国一些特别的事 那当然了 去到今时今日 刚刚讲的那些几段新闻呢 就是刚刚24小时来比较大的新闻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 美国大选后倒数中 选情交着 那美国优先的政策 尤其Trump呢 就会真的做出来 那尤其是呢 Trump 也在24日的造势大会上 将矛头指向法国 说自己解决了对法国的战争 评击法国要每位美国人 给25%的税 我要保护美国企业 那显然呢 他一定对法国相当凶狠的 他不断在批评法国总统马克宏 就是Emmanuel Macron 就是马克龙 就是模仿马克龙的康调 那他在电话中对马克龙说 我们不是笨蛋 并且威胁到葡萄酒等法国产品 开支100%的关税 因为当时 这个马克龙要求 征收美国一大堆的关税 他立即说完之后 对方就收手 你这样 我立即对所有的葡萄酒 明天征收100%的关税 明天征收100%的关税 你敢再来 很多人说 很多人都说你没有盟友走散 每个都是众伴侵 不 全部国家都说利益 什么朋友 今时今日你将他的军 他可能更害怕你 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 不是在于我给他的关税优惠 让利给他 买这些所谓的感情 No 真正的地方是美国的实力很强 他的市场 军队 国防 个个都要靠美国 你可以不和美国做生意 你可以得罪美国 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 你发觉不肯这样做的话 你什么都是做软脚蟹 什么都是在那里跪拋 最坏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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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说完之后 你全部都是俯手贴耳 而这件事的话 这个是Trump 与其要你喜欢我 不如要你害怕我 你害怕我 就会跟着我 你喜欢我 跟着我都会脱我 这个就是重点 大家知道这一点之外 亦都有其他很离谱的新闻 这个星期以来 民主党的很大的攻势 是放在一个点上 就是你Trump 是Fascist 法西斯 纳粹 独裁者 这些情况是配合很多阻交媒体 继续做这件事的 10月27日 MSNBC新闻网报道 前总统Trump 在默迪逊广场 的花园 的造势活动 的时候 将现场画面 和1939年 希特拉出席 纳粹集会 的历史影响 并列播出 这个集会有很多人 接着这个 默迪逊广场 花园集会有很多人 将两个比赴援引 引发广泛评击 MSNBC的直播报道 主播是以令人不寒而律 形容Trump的造势活动 并播放85年前 在同一场地的人 的纳粹集会影像 主播表示 1939年 超过2万名希特拉支持者 曾在这个地方 举办所谓的 亲美集会 这一点是谁提醒他 希拉尼 新希望 提醒MSNBC 播放这些片段 而MSNBC 就将这两件事 就是意体 接资 将两件事 架接起来 而两件事 完全是没有关联的 你今天 如果认为 Trump 是一个希特拉 你应该逮捕他 是不是逮捕他 叛国 insurrection 是最厉害的 insurrection 煽动种族仇恨 告他 可以说的 骑士告得 种族仇恨告得 你取消他总统资格 叫停选举 取消他 DQ DQ 罪行DQ 你又不是DQ 他 冤枉了整班Trump的supporters 是等于Nazi supporters Fascist supporters 你不是荒谬呢 而这件事 基本上是完全无关 我问你 纳粹主义的重点是什么 种族灭绝 专制独裁 专制独裁 扩张主义 OK 三个人 有没有种族灭绝 有没有专制独裁 有没有扩张主义 荒谬绝论 这些就是说 这些人完全 可能读一些书 变成屎片 然后看了几篇 左监媒体报导 然后 每个人 都说 多巴胺上路 瘋的 所以我说 今时今日 独立思考很重要 不是有些人 经常说 我们要求独立思考 而你真是独立思考 想清楚 什么叫纳粹主义 不是有个人 经常打嘴炮 经常说些东西 大嘴巴 经常说些东西 得罪人 改人家的名字 就等于纳粹 如果你这么说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你看看那些大学生 中学生 中学生 常常说粗口 冤枉人家 改老师的名字 改同学的名字 个个都是纳粹党 你想一想 是不是通的一件事 一个人比较直 一个人比较硬巴巴 一个人比较 就是青筋暴燃 不代表他是纳粹党 他不是纳粹党 和共产党 是另一个标准 要去看待的事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纽约邮报报道 这个报道手法立即引发严厉批评 多位评论者指出 特朗普的造势现场 包含各族裔 不同宗教信仰的支持者 将他和纳粹集会相提并论 确实不当 X的用户 X的用户 Amuse 就是法文指出 现场有正统派 改革派等 各派 犹太裔 美国人 甚至有穆斯林 妇女参加 你这样说 全部这些人是 Fascist Nessis 全部是英人 不似 这个争议发生之前 希拉莉 前美国国务卿批评 特朗普这场集会 是复制当年纳粹盛放 副总统卡玛拉 就诉到 直指特朗普是 独裁者和法西斯分子 强调 特朗普如果重访白工 将会对民主制度 造成严重威胁 那你就不告他 拉他 DQ他 即是你说这些是 空言无托 对不对 这番言论在共和党阵营 引发强烈反弹 最受注目的是 94岁的大屠杀 幸存者 Jerry Watzky 这个我很劝大家 去YouTube看看 Jerry J-E-R-R-Y Watzky W-A-R-T-S-K-I 他出席了一个 特朗普的造势大会 Jerry Watzky 在奥斯威生集中营 到幸存 在Holocaust 这个大屠杀里面 幸存 他近期竞选影片中力挺Trump 并反驳卡玛拉 将Trump 比以为法西斯分子的说法 比喻不伦 而且完全是荒谬的侮辱 和恶意的攻击 当被问及 为什么支持Trump 这位犹太裔的长者 以犹太裔回应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人 Mensch Mensch 其实是德文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人 OK Tesla的CEO Elon Musk 也是造社会的 演国嘉宾之一 他在社群平台上评击 MSNBC的报道手法令人不似 公共党评论 Colin Ruck 也指出 当大屠杀行存者 和其他犹太裔美国人 都在现场支持Trump 这种媒体报道令人不解 值得注意的就是民主党一向标榜团结包容的形象 副总统卡玛拉在今年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呼吁开创新的前进道路 New Progressive Road 此外这种手法 如果看回MSNBC的话 不免是和民主党刚刚说的这种说法背道而驰 可以说左右手互搏 好像周伯通一样 另外大家看回 《华士両邮报》 我们昨天和前天都说过 就是说他今年不会再为任何的候选人去支持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他的老板 亦都是Amazon的创办人Jeff Bezos 27日打破沉默 为这个报纸决定放弃公开支持任何美国总统候选人 决定辩护 强调政治背书会被人偏见的印象 这个举动打破了这个报纸36年来公开表态支持 民主党候选人的重传统 报内有引发回响 很多人辞职 20万人退订 而他依然坚持基建 为什么 极左派是左派的敌人 一定互斗 而这件事是左的毒 而本身他都看好特朗普会赢 很基本嘛 看不好卡马拉雅会赢 这都是很基本的一种观点 华士顿邮报的执行长兼法行人 Will Lewis在25号宣布不再支持总统候选人 亦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大家知道这个编辑委员会 原本已经准备好支持卡马拉雅 而不是特朗普的了 整个稿写好 但是Jeff Bezos叫停不出 大家知道订户流失 Lat it be 天要落雨 梁要嫁人 可以怎麽算呢 这个就是由他 我觉得贝左支都做了一件好事 起码他有一个所谓的负罪 或者叫做忏悔录 写在他的文章里面 针对该社的资深编辑 Robert Cargan 的指控 因为他很多指控 Bezos 这个投资者的一方 背左支也作出 背左支也作出澄清 Robert Cargan 就质疑 Bezos 和Trump 可能达成某种协议 陰谋论 因为Trump 会悟过 Bezos 其他航太公司 Blue Origin 的高层 Bezos 鄭重否认 强调并无任何利益交换 这个投资人 应该换走他的资深编辑 喂 你老屈你的投资人 有没有搞错 今天相对于黎智英下面的手足 他老屈黎智英说 你和共产党有交换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当然共和党不是共产党 但是老屈你和对家有交换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黎智英第一时间解释他 我是投资者 我是股东 或者我不是股东 我是有影响力的话 我自己解释他 这个基本原则 你不可以在乡院请人 不解释他 这是基本的一种做事方式 而卡马拉引起的众怒 非常严重 左傾媒体 MSNBC 不断将这些画面说出来 甚至不断老屈 特朗普崇尚法西斯主义 关注他做事活动中出现的争议性言论 包括一名戏剧演员 将波多黎智奔为飘伏垃圾 专门抽他一言半语 专门帮他不断打击 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了 另外保守派的智库看到 美国媒体偏离中立的地方 也创新高 每个媒体当然有自己的立场 但似乎看到一面倒 尤其是主流媒体有这方面的情况 根据保守派的智库媒体研究中心 Media Research Center MLC在28日星期一的分析显示 自今年7月以来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 获得高达78%的正面报道 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要承受85%的负面报道 即是好华唱尽卡玛拉 负面报道全归川普 这就是ABC、CBS、NBC 三大无线电视网、晚间新闻 全部都这样搞 检视了自7月下旬 拜登宣布退选后 去到10月25日期间 播出600多则的总统大选相关报道 得出的结论 目前的报道实行程度 已超越两次大选 2016年 Trump和Hillary Clinton 相相比负面报道 分别91和79% 2020年 拜登或66%正面报道 Trump 92%负面报道 现在卡玛拉 由66%的拜登 去到他自己 78%的正面报道 可以看到深层政府 重地压住在一些媒体里 完全倾斜在一边 这些情况 已经去到一种完全 fact check一些对手 不断挑人骨头 而自己做的错事 完全不说 这种做法 痛吗 是吧 即我们看这个大局 就会更加清楚 而三大电视网 头处超过200分钟 报道Trump的相关争议 但对卡玛拉的负面 新闻 例如嫖舌指控 夫妻Duck Ammov 涉及的争议 某某轻描淡捨 或者完全忽略 相反 电视台大量引用 支持卡玛拉选民的正面评价 为他制造有利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 自从两位候选人 在9月9行辩论会后 报道重心明显转向 研究显示7月21日至9月10日期间 卡玛拉和川普分别 在报道时间几乎相同 卡玛拉353分钟 川普355分钟几乎一样 但此后对川普的报道时间 骂他的时间几乎卡玛拉的两倍 398对230 今天MRC的分析显示 自从7月21日以来 川普的报道中有30% 大概753分钟 是着重于他个人的争议 特别是国会山庄事件 和质疑2020年的大选结果的问题 将他标签为民主威胁 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到今天很多的美国人 一半的美国人都很质疑 2020年的选举 和第46任总统当选的政党成立 那你要认为质疑 就是觉得你是威胁 你拘捕 困了他们 那你困了一亿多人 好 go 是吧 的批评声音 也只是获得5分22秒的报道时间 那你看到 这个就是政府不同的消息 有厚恥薄比的重大的厌疑 这一点也是引发相当广泛的关注 那去到最后这个时间 那也看回呢 就是特朗普现在面对的 这些进步主义 或者左派机器呢 相当强劲 就是以前更深太古的 Antifa 和BLM很重要 所以我说第三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重点 大家知道是这个 这个武币 第三 你的重点是政治战 假讯息宣传战 那 Tim Walsh 那个不是宣传战 那是真的 他不回应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那你说这个 这个武币 销信 销有帝头 给它drop in box 这个是大问题 就是Oregon 就是在 Portland 和Washington 的Vancouver 这个出现的情况 我很担心蔓延 我真的非常担心 无论哪个党做的 都是荒谬 是错的 第三件事 甚至我明明哪个党做 可能有些外国势力做的 也未定 不知道的 第三件事 就是暴力 动乱 这个就是我看重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 我是担心动乱的出现 动乱的出现 你看整班 Fascist Nasis 为的是什么 不是羞辱Trump 使他得不到票 说真的这些说法 是为了什么 他知道左派输 知道输的时候 你赢不到别人 于是会去扔屎 你是Fascist 你是Nasis 去扔Trump 目的是制造一个先星 为了他输了之后 去做动乱 提供Justification 提供一个正当性 即是说你 你是法西斯 你是纳粹 你是独裁者 你是独裁者 这些这样的做法 基本上是groundless 一样东西 我经常说 我已经没有选举 我跟你说清楚 如果你认为他是法西斯 不符合竞选资格 你就DQ 你没有任何机制DQ 你怪得了谁 同时 我会觉得 左派有很多强悍力量 安提法 安提法 BLM 黑命贵 还有那些AOC Squad 还有加上 Barrick Obama 卡玛拉 Hillary Clayton Nancy Pelosi 你想想这帮这样的人 怎样会做这件事呢 可能他在炮制新的事情 其实Trump会感觉到 你看看他每一场的rally 他会觉得 这个就是 为什么他这帮人 可以躺着选 那样的呢 That's something wrong 我现在10月30日 未到11月5日 未到选举完 我先提醒 不是我不是 朱葛亮 好识这个 先知 我只是说 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那裡 That's something wrong 我闻到一种味道 就是说 左派想搞乱事 OK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这一场大规模的作弊 或挑起另一场的叛乱 这两个是很值得注意的 认知作战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 大家听一下算 但每个人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你说一定要很大规模的匪民 才能做到 但说真的这些东西 在选战最后这个阶段很难 我觉得两件 两件重要的事就是 一个就是 就是舞弊 直接有效 第二就是 叛乱 搞乱美国 这两件事都应该到选举结果 但两件事最重要的是 舞弊 因为舞弊 如果真的做到结果坏的话 不能回头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未来的情况之下 好好看这件事 我当然在台湾 可能我做的事很有限 台湾无论哪个人当选 都是老吊牙具 一定要跟他们交往 你不可能去疑美论 仇美论 跟这个地方 完全跟美国说拜拜 No 我们会跟美国一起 起码在一起 无论左派右派当选 台湾的命就是这样 可以怎样 但我 不是台湾官员 我 不是台湾议员 我自己是一个 commentator commentator 我站在一个价值观 站在一种观念的角度 和大家评论事实 真的就是真 假的就是假 善的就是善 恶就是恶 假恶丑真善美很清楚 没错 我会觉得卡玛拉是不行 但卡玛拉是不是习近平呢 你不能将两个等同起来 深层政府 他们会对中国处得比较好 他们的抗中力度比较弱 但我认为卡玛拉就算当选 他们会维系一些科技战 或者一些叫做 不是关税战 是科技战的地方 可能深层政府会 但我担心卡玛拉当选 煽动种族性别 环保主义阶级的斗争 这种东西是极左派的回潮 对美国整个国力是会大幅削弱 对台湾整体不利 我如果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说 当然如果我是官员 如果我是议员 我一定不会说这些说法 我一定会说 哪个政党 我们都会跟他交往 That's it 完了 不再说其他东西 但我是一个公共知识人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公共知识人 亦都是一个评论人 我当然可以 纯粹从一个是非公义的角度 仔细去说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本身应该做的东西 提醒大家左派 在美国夺权的丑陋和可怕 我都希望大家趁着这个机会 要重新反省一下大家思维 我知道香港很多评论人 甚至很多activists 我不说人名 很多是很多activists 都是支持左派 支持民主党 就是反对Trump 支持Trump的人 支持Trump的人 有限 很少 是少数派 我就告诉你 正因为这种思维 这种意识形态 所以香港便失败了 我说这件事很狠的 但我只是说 由70年代到今时今日 老中青都是左派的信徒 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 民主党的信徒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一套想法 在消息什么呢 问题在哪里呢 是不是开出一个真正的未来呢 而你说这些 为什么这些信徒会有问题 因为你会视共产党 为一个程度上的分别 而不是本质上的分别 你会认为 共产主义是好的 即是共产党做得不好 不是实行真正的平等 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你们这一班的activists 可以实现到真正的equity 社会公义 而共产党是做不到的意思 共产主义并不是坏的 而只不过共产党是坏 这些就是左交的想法 我告诉你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坏 即是程度不同的坏 最坏的是共产主义 但都是坏 我们和共产党的斗争 不是和共产党个别一个人 一个组织 一个制度的斗争 是和他们整个观念 以及价值观的斗争 今时今日 你如果暂坐以左反左 以中间偏左反极左 是原目求余的 即是以烂史去取代硬史 其实都是史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情况 我可以说 由我一开始做律师以来到现在 我自己统计过的 八成 甚至超过八成的评论人 和从政者 和现在说在海外的activists 即是活动倡议者 都是左派 即是程度不同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是一种大弊端 我不是说要当他们敌人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他们不是敌人 即是政见不同 我尊重 但不同意 而我认为坚持这种观念走下去 开不出未来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即是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种 观念的冲突 而并不是一种 即是 一种所谓的 正是和共产党决战而议 自己深入想一想 可能你未必完全认同我的看法 我将来找个机会 和大家逐个逐个世美 这些东西 是吧 说要全民退休保障 最低工资 接着说很多东西 其实这些计划 就是设计一个二个计划 交给政府去操作 而共产党做的事 只不过是比较浓郁一些 你做的事比较 你认为比较有保障一些 你以为用民主 用多数决 去撑起这种社会重分配的制度 各位 如不可及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你一定最后未会 ending in communism 因为你做 plan I have a plan 而忽视了每个人的自由 每个人本身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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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有很多人的 即很多的前辰 但最后都要靠自己 这就是最重要的精神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精神 那种精神是什么 你想想是什么 不是这些东西的 no ok 而是真真正正正去做到更好的社会 ok 是有穷的地方 不要让他们穷到完全没有办法吃饭 就是有最低的一条线 但不可以说没有穷人 穷人个个变中产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sorry 这个也是违背 有关圣经的教育 但我们制约乎傾 记住 在教会的责任 个人的责任 不是政府的责任 也都不要赋予政府过大的权力 去做这件事 政府过大的权力去做这件事 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利的结果 希望大家明白 好 下一次再说